哈嘍大家好,雅力在這裡跟大家打個招呼 這個頻道主要會分享一些鬥知識 還有包含一些吃喝玩樂情報的分享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知道世界上最高的雕像是哪一座嗎? 在哪一個國家呢? 今天就用幾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了解世界最高的雕像排名吧 首先先從台灣談起 也讓大家了解一下高度感 想到巨大的雕像你會想到什麼呢? 是巨大媽祖像還是彰化大佛呢? 台灣最高的巨像是哪一尊你知道嗎? 先讓我們看最出名的八卦大佛吧 這一座在彰化室的釋迦摩尼佛 高度約22公尺 體內還有佛教的博物館哦 第二個我們來看的是 十八王宮廟的超級黑犬巨像 這座超巨大的狗狗可是有30公尺高呢 下一個則是台灣最高的馬祖巨像 馬祖南竿聳立著約30公尺的超巨大墨娘女神像 所立在馬祖的馬祖娘娘是台灣最偉大的海神哦 台灣最高的巨神像絕對是各位想不到的哦 是在新竹的彌勒佛巨像 是一尊高度高達72公尺的彌勒佛哦 想不到吧?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國外出名的超級巨像 第一個就是大家都熟知的自由女神像 高度46公尺是美國的自由象征 下一個則是在電影裡出鏡率非常高的 每次世界末日要來就會出現 在巴西里約的耶穌基督像 高為30公尺 了解了這些具象的高度與感覺 現在就來倒數世界最高的雕像前10名吧 第10名 坐落在俄羅斯的彼得大帝雕像 高度約為96公尺 彼得大帝為俄羅斯現代化的重要推手 所以被俄羅斯人所敬愛而見此雕像 第9名 中國的千手千眼觀音 說到具象 觀音怎麼能缺席呢? 在湖南省的這座青銅觀音像 高度達到99公尺 外表還有鍍金 更顯高位不凡啊 第8名 日本的仙台大觀音像 觀音菩薩再度出現了 坐落在日本宮城仙台的這座純白的觀音像 高度達到了100公尺 近看絕對是魄力滿點啊 第7名 中國的岩帝皇帝巨型塑像 高度來到了106公尺 不過實際上是兩個大頭 岩皇二帝巨型塑像 位於黃河風景民盛區向陽山上 山高55公尺 向高51公尺 加起來就是106公尺囉 第6名 中國南山海上觀音盛像 觀音菩薩超級洗版啊 這次高度是108公尺 座落在海南省的觀音 維持著莊嚴的白色 是一道漂亮的風景 第5名 日本的牛九大佛 身為世界前三大的巨大佛像 高度110公尺 連底座的話則是有120公尺 好像隨時 都要發出如來神掌的感覺呢 第4名 緬甸的釋迦牟尼佛站立像 世界第2高的佛像 高度116公尺 包含底座可以到130公尺了 真恐怖的高度啊 是一尊破例滿點的金色巨佛哦 終於到了前三名 到底會是什麼樣的雕像呢 第3名 印尼的維斯奴神鷹雕像 座落在巴黎島神鷹廣場的神鷹雕像 有著非常細緻的異國美感 高121公尺 也是世界最高的印度神鷹雕像 非常值得一看哦 第2名 中國的中原大佛 在河南省的中原大佛 是全世界最高的佛像 高度128公尺 加上底座 總高153公尺 全身銅皮包覆 遠觀真是金光閃閃啊 第1名 印度的團結雕像 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巨大雕像 他是印度獨立後 第一任副總理及內政部長 與根地一起對印度有著巨大貢獻 雕像高182公尺 含底座240公尺 以上便是世界雕像高度Top10排行榜 各位是否又學到不少無用的鬥志士了呢 接下來也會做許多的世界排行影片 有喜歡的也請訂閱按讚加分享哦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